64岁女星林清霞去年9月爆出与香港富商行李闹婚变,林清霞至今都未正式回应,不料今,25日,大陆网路上突然疯传,她与过往情人秦汉已低调密婚。 昔日曾与秦祥林、林凤娇并称二秦二林的林清霞、秦汉,两人感情纠葛二十多年,1985年两人历经各自情路坎坷后再聚首,以半公开的方式交往,还曾和拍广告,但相恋八年后仍然无疾而终,林清霞最后选择嫁给行李。 就在林清霞近日陷入婚变传闻之际,今日大陆网路上突然疯传她已与秦汉秘密领证结婚,消息惊动两岸三的演艺圈。 据《苹果日报》报道,秦汉经纪人对此表示怎么可能,透露秦汉从去年10月就在北京拍戏,去年11月曾短暂回台,随后又再度赴北京赶拍新剧。 秦汉本人被经纪人问及你被传跟林清霞领证,消息刷屏了时,整个人一头雾水,简短回应没有的是,怎么会传这种新闻,对于心情方面则是不予置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